大家好,又來到我們這個初級奇緣線上課程的第24個章節 又眨眼間影響到第24個章節,關於這個奇權合約的行使 那就是那句,今天的課程很希望大家一天可以看少許影片,可以學識奇緣的基本操作 事不宜遲,期權合約的行使 港股期權,即香港的股票期權屬於微式期權,指數屬於歐式期權 而要留意到期前,長倉,什麼叫長倉呢? 長倉,即是長倉,即是長倉,即是長倉或長倉 股票期權的話,期間可以隨時提出行使 假設我做了一張2021年11月的期權合約,長倉 你就可以在11月29日結算日,之前任何一日,隨時提出行使 用實物交收,實物當然是股票,即是實物 好了,指數期權期間不可以提出行使 到期那天就用結算價來計,用現金來計數 這部分我們之前都說過,股票期權和指數期權的 制式上的分別,這個要留意 好了,要留意一件事,港交上也規定了一件事 股票期權不是指數,股票期權在到期日 當日入了1.5% 就進入了強制行使的階段 但是相關的證券公司有權推翻決定 而不作行使的 好了,首先我想說一件事,什麽叫入價1.5% 好了,我們舉一個例子 2021年9月29日,即是9月期權合約的結算日 700騰訊的正股收市價是465元 我們想問一個問題 假設當日我們拿著450call,460call,470call 9月的合約,10月的無關 因為我們現在在說結算當日,那個結算 那個股票期權行使的安排 450call,460call,470call,有無價內值 有些跟我很有趣,當我問這個問題 他再問我回頭,究竟你做longcall還是shortcall 其實這件事大錯特錯 無論你做longcall,shortcall,那張合約有價內值 不是有,沒有就沒有 所以和你做longcall是完全無關的 好了,第一個 700騰訊股價是465元 450call,460call,470call 首先你要問自己,有沒有價內值 好了,這個櫃圖,即是這個表 我們就把不同的情況說出來 證股465元,450call,有沒有價內值 有15元,這部分我之前也解釋過 什麼叫價內值 到結算當日,股價是465元 450call,是用450元買股票 你可以比起市場的價格 465買便宜了15元,這15元就是價內值 460call,有沒有價內值呢? 有,只有5元,因為你比市價買便宜了5元 470call,有沒有價內值呢? 沒有了,因為你證股收市價是465元 470call用470元買入證股 你買貴了,你不會行使這張期間去買股票 所以就沒有任何價內值 好了,我們第二件事要計 你入了價,對450call來說,入了價15元 相對它的行使價,我們用15元 除回450行使價,就等於3.3% 460call來說入了價5元,除回460 就入了價1.1% 470call,沒有價內值,除470都是0% 所以450call,入價3.3%是大於1.5% 所以會不會強制行使呢?會 460call會不會強制行使呢?1.1%是小於1.5% 所以460call是不會強制行使 470call會不會?更加不會 你都沒有任何入價的價內值 所以有470call和460call 是不會強制行使 OK,只有450call是會強制行使 那一觀是做longcall和shortcall 道理上都進入了強制行使的階段 所以這部分來說,大家一定要清楚 什麼叫入價1.5% 就是這個意思 OK,再下去 好了,我們經常說 我們會用IB,即是Interactive Brokers的平台 其實它的結算是非常合情理的 我不是說究竟誰贏輸的問題 而是那件事本身合不合情理 還有很有彈性 但前提,其實IB也是做生意的 一間正義公司做生意 就是它很希望大家在一個很合情理的情況之下 賺取它的佣金或者利息作為它的收入 那樣東西是很合理的 但如果有些情況,它都覺得 他們可能會承擔一個很大的風險 他們就不會貿貿然拿這個危險回來 那他們會怎樣處理呢 就是我們逐個情況慢慢說 就是究竟騰訊的個案 放在IB平台,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在每一個情況 盡量說出來 但投資者也要明白一件事 去到結算日,當日要很小心 因為我們不是只做騰訊一隻option 可能我們手上有十幾二十個不同的 portfolio 那會不會有些股票極權剛剛摘政界 儲一個應不應該行駛的情況 而導致個案金會增加呢 這部分你們就要很小心留意 因為其實IB來說 如果覺得那個情況 它真的和你行駛與否 導致它的風險大了的話 它們都會和你斬倉的 所以IB的斬倉界是斬得很美 很合情理的 如果大家有玩過options 就知道很多方街的政見公司 一出斬倉價是離譜的 但IB我們暫時看就沒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它是和你平倉的 甚至乎很多時候覺得它平倉的價 比你平的好 所以稍後我就會用IB的平台 配對騰訊的股價 處於不同的階段或者不同的合約 究竟會否強制行駛 或者會怎樣處理呢 稍後我會講 但這裏才聲明一樣的 就是說 我用了IB很多年累積出來的經驗 就不代表IB的立場 可能中間有些事情 我講得不夠準確的 如果有任何疑問 你們記住要找IB去作實 因為我不是IB的持牌人 也不是任何政見公司的持牌人 我純粹只是用IB用了很多年 我想和你分享 那IB這個平台對我們做買賣 有什麼好處呢 我想分享這件事情 好了 剛才我講過 騰訊 結算日當日的證股收市價是465元 第一個情況 假設我只拿著 即是有的就是Long Call 450 好了 Long Call 450入價 剛才計算過是3.3% 是多於1.5% 去到結算日當日會怎樣呢 如果戶口 即你的帳戶 是有足夠的資金去買股票的話 那什麼是足夠的資金呢 Long Call 450 即是用450元買股票 騰訊一手一百個 即是你有四百四萬五千元 去買到一手股票 如果你做十張Long Call 450 那你就要有四十萬元 如果你有足夠的買股票資金呢 那IB會和你買入股票 即是假設到結算當日四點鐘 你都不將Long Call平倉 他就會和你買股票 好了 但是如果你資金是不夠買入股票的話 而你又沒有在四點鐘之前平倉的話 IB會和你在四點鐘之前和你平倉 說得難聽一點叫做暫倉 但其實IB也是和你平倉 你會看到三點多鐘 你沒有輸入任何指示的情況下 IB會把Long Call 死明不斷推銷出去 你看到這些情況你不要害怕 你知道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投資者要留意當日在結算 我經常用巡查 因為我們不是只做一隻 你要留意你手上的選擇 究竟到結算那下 局股價停在什麼位置呢 你手上的期限合約 會不會由不入價變成入價呢 會不會由入價變成不入價呢 這方面大家要留意的 OK 如果你拿著Long Call就很簡單 IB就看你有沒有錢買股票 有錢買股票它不動你 就和你在結算之後買股票 因為已經進入了強制行使的階段 但如果你沒有不足夠買股票的資金的話 IB就要在四點鐘之前和你平倉 好了 第二個情況Long Call 460 入了價的 但只有1.1%是不足1.5% 那會怎樣處理呢 如果你戶口有足夠買股票的資金 四萬五千元一手 四十五萬十手 但投資者即是你本人 沒有提出行使的話 這張合約將會作廢 因為你沒有進入到一個強制行使的階段 變成IB不會和你強制地買入這股票 你不出聲的話 這張合約到結算當日 五六點之後 你又沒有提出行使的話 這張合約就會變成廢錢 你那五元價內籍 將會煙燒均散 什麼都沒有了 那這個要小心 好了 如果你有提出行使 你有提出 就看看你的戶口有沒有足夠的資金去買股票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也是買不到股票 IB是不會和你 take this risk 所以要留意的是 由於這個案件你沒有入價1.5% IB也不會斬倉 也不會和你買入股票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資金的話 即使你有足夠的資金 你不提出行使 你這張合約都會變成廢錢 所以你要記住 如果你入了價少少的情況 你又真的想要股票的話 那你就一定要自己提出行使 但如果你擺明知道自己的戶口 都不夠錢買股票的 就麻煩你在四點鐘之前自己評價上去 OK 那這裏真的要提醒大家 因為試駕同學有一個情況就是 9月那時騰訊股價465元 他就處於兩套行使用 即他持有的就是 Long Call 460 Short Call 470 接著另一邊就是Long Put 470 Short Put 460 到最後兩邊都沒有入價1.5% 全部都變成廢子 他中間原本是有10元應該收得回的 但這10元因為他沒有提出行使 他亦都沒有平倉 所以到最後這10元全部都沒有了 那這部分大家要留意 沒有了那10元很不值的 很多時候是做買賣 就是那個 Strike Price Difference 那裏 spread的Strike Price Difference 就是那10元 那10元沒有了 其實就很無辜 大家要留意 第三個情況 只拿著Long Call 470 這個情況很簡單 變成廢子 過了結算日之後 這張合約就會自動消失 因為投資者不會用470元買日 當時值460元5元的證股 這個反而沒有任何懸念 不需要想太多 總之這張東西就會變成廢子 第四個情況比較複雜 Long Call 450 Short Call 460 拿著一套 spread 留意Long Call 450 入價 因為正股收市價465元 Long Call 450 入價多於1.5% 但Short Call 460 入價不足1.5% 即是這個 就是強制行使 這個 不是強制 但它也有價內值在 好了 這些情況又會怎樣處理 大家要留意 由於Short Call 460 沒有入價1.5% IB不會假設強制行使 它只會 在當日來說 在當日收市之前 其實IB是不知道你的對手 Short Call 460 你的對手就是Long Call 460 它不知道你的對手Long Call 460 會不會行使 所以 亦要看回 Long Call 450 入價多於1.5% 會買入正股 所以當時會看一件事 究竟你的戶口 有沒有足夠買股票的資金 跟剛才一樣 45000一手 45萬十手 你如果做十手 就有45萬買股票 如果有足夠的資金 就會買入股票 到當晚在港交所抽不抽中你 你的對手有沒有全部提出行使 不過這些情況 如果你Short Call 460 有價內值 通常都會行使 但有些情況就是抽不中你 你就會脫身 看看當晚究竟抽不抽中你 要被行使 被對手行使 如果真的會行使的話 就用Long Call 450 買入股票 做交收 如果抽不中你的話 你就在結算日後 就會持有正股 就會持有正股 正股就是Long Call 450 行使了買入股票 那堆正股 但如果你戶口不足 如果資金 去買入正股的話 IB會在4點之前 將你這張Long Call 450 和Sort Call 460 一起平倉 可以嗎? 那兩邊會一起和你平債 那到底收回多少 就IB不會有什麼guarantee 但我都說過 IB其實在這些平倉上 都做得挺好的 有時候好過我們自己平日 更加好 會和你排隊慢慢去做 那兩項真的都很值得一讚 但外面有很多其他政見公司 不是的 亂禁平的 所以當然 也不要因為IB會這樣和你安排 就放在那裡讓他自己搞定 因為有時候 你看著戶口的合影 無端端自己消失 其實感覺很不舒服 所以這些情況 盡量都要自己去處理 所以結算日當日 如果你拿著這些 spread 入下價不入下價 有時候多於1.5% 因為你要留意就是 結算日當日 股價也是會動的 可能這集你看到 4.50%入價1.5% 4.60%入價沒有1.5% 但下一刻你再看 可能股價急跌跌到4.30% 兩張都變成不入價也可以 又或者股價升到500元 兩張都變成入價 所以這些情況大家就要 如果你手上的組合多 盡量在結算當日 盡量貼時一點 去處理你手上的組合 OK 這就是一個入價1.5% 另一個入價不夠1.5% 另一個情況 就是Long Call 440 和Sort Call 450 剛才Sort Call 450 入價是3.3% 其實是多於1.5% OK 440 Call 就更加多於1.5% 所以變成 440 Call和450 Call 兩者入價都是多於1.5% 好了 這個情況反而簡單 由於Long Call和Sort Call 都入價多於1.5% 兩隻合約都進入了強制行使的階段 所以 即使 留意 即使這個Case 即使投資者 戶口沒有足夠的資金買入證股 即是我沒有440元 440元一股 一手有44000 十手有44000 你戶口 440買股票 450強制避行 就要銷售一隻股票出去 其實IP計局 根本你都不需要有440元在這裏 不需要有440元在這裏 所以變成440買貨 450沽貨 你反而在結算日後 你會收回那個10元的差價 但這裏要留意 有好有不好 不好的地方就是 因為中間適合了證股買賣 給的佣金也會教你買賣期權合約 會多了 但是回到 對於一些成交疏落的期權來說 如果你手上持有 一套入價的 spread 在IP的世界 是有一個好處 就等它交收 long call short call long call 賣貨 short call 賣貨 short call 賣貨 舉個例 我們以往有些做開買賣的 可能是2269 約名生物 那我當它今天的股價是100元 那我拿著long call 90 short call 92 個半 那今天就結算了 那由於陽明生物 或者很多像創科 新州國際 很多的 因為香港的期權成交真的不行 即是成交量不足 所以變成對於這些成交疏落的期權 這些入價的long call 93 short call 92 個半 你平倉會虧價的 你會有虧價 就是下面我們說的 出現這個莊家 食你價的問題 你去到結算當日 你將理論上值10元 但你發覺你10元平不到的 可能平出來是9.3 然後short call 92.5 可能你不是要給7個半 你可能要給7個7千平道倉 一出一入 會令到你整個工作 贏的錢少了很多 所以這些情況 如果我那套的spread long和short 都是入價的話 這個option 如果成交不足 我寧願交給IP和交收 我寧願給用金IP賺 我都不prefer 在同一個莊家做買賣 那裡虧張 因為有時候的問題 你虧張 你可能是平了這張short call 你才知道虧張 然後這張你又要平 迫著要再虧一下 那這個就不是 對我們做買賣來說 其實就不是太過有利 一出一入這樣輸回去 其實就不值 所以就可以看回實際情況 如果你這個case 只是騰訊的 其實騰訊要平倉 long call 440 short call 450 結算日股價465元 要平這兩張不難 虧價也不會虧到些元 那這些可以自己平了 但如果你撞對一些股票期權來說 就是它的成家很疏落 結算日平倉是要虧的話 即是收不足合理的premium的話 那我就寧願將這個情況交給IB同學 交收報告 好了 那你要留意一下 最後幾點提醒大家 投資者可以在結算日前的交易時段內 行使期間在IB的平台底下 IB真的是很大難性 舉個例子說 11月29日結算 我可以在11月26日 提出行使將long call 當你一按按鈕 提出行使 IB馬上給你股票 你可以馬上把這隻股票賣出去 這個好處也是這樣說 你可以避開就是莊家吃價的問題 舉個例子 用回剛才的例子 股價100元 我拿著長long call 90 約明生物 我想平倉了 我想收10元 但發覺放10元出來 中間不理你 我放9.9 收少1毫子加內直落 它又不理我 那你可以在IB的平台提出行使 一按完這個按鈕 IB就馬上給你股票 那你就把股票在市場上 銷回去 那就可以立即銷出去 在這個情況之下 投資者記住 你一定有足夠買入股票的資金 才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你沒有足夠的資金 IB就不理你了 好了 問題就是 我不是做行不做十隻二十隻options 我不會這麼多隻都夠資金 去買賣股票的 那沒有辦法 因為你不夠錢 你唯有的做法是什麼呢 如果你手上資金不足行使 所有情形合約 你要分斷執行 舉個例子說 用回剛才藥名的例子 Long Call 90 好了 現在股價就是100元 我當我做了10張合約 藥名我沒有記錯 一手就是500股 好了 如果我提出行使 就是90元乘500股乘10張 那這裏就是5千乘45萬 我戶口沒有45萬 可以怎樣 我當你戶口 就不要說一毛錢都沒有 我當你戶口只有10萬 你可以做的就是 先行使兩張 兩張合約 你90元乘兩張乘500股 這裏都是9萬元而已 你夠錢買到兩張合約買入證股 行使完兩張 用9萬元買了1000股的證股回來 接著就將股票銷出去 100元銷出去 因為現在股價是100元 那你變成9萬元入 10萬出 可以嗎 給9萬元買股票 10萬收回來 這裏就賺到1萬 好了 接著你就再做第二個兩張 第三個兩張 第四個兩張 第五個兩張 就是10張 你唯有分段執行 誰叫你不夠錢 沒辦法 但這個已經很好的 因為 外面證券公司來說 你現在看了行使 它是交給港交所夜晚抽籤 過多一天之後 你才有股票可以股 你不知道今天行使完之後 明天股價會怎樣 可能你今天行使完 之後 明天股價由100元跌到80元 你就虧了特日 所以IP在這件事情上來說 避了很大的空間和彈性 給我們做買賣 最終可以令到 有時候有些買賣 你真的被莊家吃價吃得緊要 尤其是成交疏落的期權 你可以避到這個問題 這件事對於我們一般的投資者來說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好了 這一集關於這個期權行使 這部份就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 歡迎大家來到對沖黃道的Youtube頻道 在這個頻道內 會收集到很多奇權的資訊 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幫我分享出去 或是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或是讚好我們的Facebook page